业绩之后创科才有很厉害 这一款其实一直是强的 我刚才在开门前也有跟他说 这一款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买 其实之前买过 还是走了就很后悔 现在又在这些位置很难再追 还是你觉得这些优质股其实都没什么所谓 现在今天错了历史新高 是的 你买股莫股顶我经常说这一句 这一句也是我下半年推介的股份之一 其实业绩来说 昨天的公布业绩继续无邪可击 上半年的市况 不是说内地 美国经济 它做到的收入来说 仍然是继续创造了公司本身的历史 最高收入水平 电转是五成收入增长 还有整体毛利率来说 是再涨65个基点去到38.6 我们看到其实整个业绩来说 我告诉你 营收强劲 成本控制得宜 还有创科之前我推介的时候说的其中一点 欧洲业务最主要的地板护理业务 过去前几年其实是一个比较差的情况 集团做了一些重组 一些重新结构上的销售网络的整理 所以看到其实去年开始这方面的业务 是有一个不错的收成 现在这方面的业务占到一成流上 而且还开始有一个盈利增长 所以不再拖累业绩 反而成为一个盈利贡献的板块 所以其实昨天的业务来说 无论是收入盈利甚至派息 都是增长的趋势 我想在这个市况之后 你找一种龙头的股份 是真的相对困难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东是很适合的 是 即是真适合的 不肯沽 我可以这么傻的沽了出来 小的感情就留不住了 所以不要紧了 再追求新的业务 你说是否高追呢 我觉得今天国势这么强 你问是否这样 又创新高了 是 我一直说一直在升 已经失败了一两元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股份 今天来说 你希望先休息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追 你这个股份大价的股 可能已经有三四元了 即是一天的波幅 当然你长线的 不志在的 现在股份大价都没所谓 这种股份大价 但我觉得 其实都可以 始终有些人都觉得 忍不住了 好像你之前那样 忍不住沽了 你有卖自然有沽 所以其实是有人在沽 希望可以下一点再买 这种我还是继续一句 现在在市场上 是比较难够找到一种 行业的龙头之外 它还不停侵蚀 近第二、第三 竞争中手的股份大价 仍然热修也告诉你很强 还有当然 这次上海链这么强 业职同时 其实你必须留意 其实它的资本开支 加升得很快 就是说它是有钱赚回来 它也同时加大投资 做些什么呢 其实创工过去一两年 就不停进行一些全球的生产线布局 以往最主要的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 但其实近一两年 其实它的环球生产线 其实部署的规模已经初步建议了 在美洲或者欧洲的地方 其实都有不同的生产线 这个就是说 第一 可以减低一些汇率 甚至是一些各地方的 尤其大家知道中美的关系 政策的风险 其实当然是供货的成本问题 如果你在当地生产厂房的话 起码现在的运费很贵 所以起码可能至少比较灵活一些 去调配一些富存 所以你看到它在这个业绩 除了刚才说的 资本开支增大 收入增加 什么都会增加 在存货的水平也都增加了 当然我们要用解读 不是很好笑的 存货增加 但是管理程度说 其实只不过应付市场需求 你看到那个存货周转期日盈收账 稍微缩短 应付账的周期延长了 换句话说 简单理解就是 他们在资金链的控制 那个积极性 跟供货商和客户来说 他的购买力 即他的贫盘筹码力量更加加大了 所以其实对未来的资金链 就是经营业金流 是有正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 刚才为什么想说 我的积极似乎是无限可激的了 唯一的关注是 有没有人不多满意 他的贫盈率升得比较少 就是白痰齋主 没有办法 是 老实在是 谢谢프라 快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